今天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纷纷反省 自己的教育系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大家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一点 就是培养出的人们 不会和谐地与人相处 不会和谐地与自然万物相处 不会和谐地和自己的文化 传统 历史相处 现在的人们不会处理好这三种关系 自然就会和谐地与自然万物相处 就会爆发种种的危机 爆发种种的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 解灵还须 寄灵人 这是一段家庭聚会的录像 老奶奶十分高兴 因为儿女们和孙子今天都来了 大家能聚在一起十分难得 我们看到家里的大人一直在忙 只有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想管 这时孩子的妈妈讲话了 他要宝贝儿子表演个节目 给大家助兴 这就是现代教育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孩子 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画面 这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 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我会讨论一下 对 对 那么 也许多 对 对 首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现在中国很多人不把这个当成是玩笑 家长会默认孩子会模仿 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 我不知道您听到了之后 做何感受 这实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小孩如果要不好好地教他 在一个不善的环境里面 他也很容易学会了不善 所以古人教给我们一句个言 是行有不得了翻求助寂 你看到这种情形 你就要研究他的原因 你就要想回头想象自己 这个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把他教成这个样子 父母要负责任 社会要负责任 国家要负责任 如果我们疏忽掉了 导致于国家民族的毁灭 不是小孩的故事 小孩没有故事 Diglas是父母啊 小孩睁着眼睛 竖起耳朵 他就已经在学习 在模仿 所以大人的一举一动 深深印在他脑海里 这个就是所谓的 心如归处 受尘如天性 习惯持自然 我们经常能见到 今天的父母抱着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还小不懂事 他一边抱着 然后一边就吵架 一边就骂人 一边就做这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怀里的这个孩子 他还不会说话 他都不懂 但是您这也不是 他全都记录下来了 对 孩子都学会了 孩子都学会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 中国古人的 不是现在的中国人 古人重视太教啊 你能说他没有道理吗 你能说那是封建吗 他那有他那个好处 能够维系住 五千年的社会安定繁荣 现在我们用新方法 还没有试验一百年 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 人家五千年不乱 现在我们一百年就乱了 这个还不能够反思吗 还不能检讨吗 到底是哪个方法好 应该要求我 在他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对 没错 父母当妈妈的有什么想法 他就受教 对 就受教 已经是在影响 不错不错不错 齐心动念都是善的 都是亲近的 这个胎儿受利益也就太大太大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语好 孝子先生的 怎么教他呢 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行孝 要静孝 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 我们修静 修清净 修福 你想 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 这个生生的种子 不齐无念 念念都是善念 这个就像现在 这科学里面所讲的 电波 我们自己的心念 跟佛菩萨的心念 要相应 我们这个心里面 发出去的思想的波 念念都是善念的 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 这个波好啊 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 相接近的 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 但是频率非常接近 这是我们佛家讲的 保佑 加持 道理在此地 你不懂 你认为那是迷信 叉受安乐 常用地 为佛圣志 我做佛时生我会变愿 三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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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懂得 它是思想波的 频率相应 确确实实能帮得上 念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此地 这不是迷信 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 生下来之后就更重要 你要让他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全是美好的 所以要吵架 别的地方吵架 可别让孩子看到 别让他听到 这叫真正爱护婴儿 我们再来入则孝背一遍啊 入则孝 父母孤 应物缓 事虽小 物善为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倾心伤 父母命 行物拦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拦 须顺承 等我有钱了 我做两个特务 新的广告 一个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 这个小孩大概有五岁六岁左右 心量很大 要让全国人民吃不下饭 一定要恶心他们 两顿饭都吃不下去 对这样一个心量很大的 这么一个孩子 如果他父母在您面前 您准备对他们说什么呢 过人有过人的福报 因为小孩有这么大的心量 如果他是善的 是善意的 对众生有利益的 他会增长他的福报 也会延长他的寿命 他为人民服务 如果他造的是我的 那众生也没有福报 就要接受他的伤害 众生有福 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他的寿命就会缩短 恐怕还到不了那个时候 他已经就被上天请回去了 就是 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 会 会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这个会影响他的寿命 影响他的福报 这是一定的道理 您知道 现在整个的世界 都是这样的 是一个商业世界 一切都喜欢 新奇特 如果小孩说话 像小孩 那就卖不出钱去了 一定要斜 那个没有关系了 你就晓得上天惩罚 人家已经迷糊到疾处了 良知丧失掉了 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 那上天只好做一个调整 商业社会影响下的儿童 做的事情 人们想都不敢想 很小的孩子 也学会了追求刺激 享受疯狂 这个孩子 现在就要疯狂地刺激一下 他要穿上名牌运动鞋 来一次冒险跳远 您老人家这个年纪了 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不如从前帝王 因为帝王的时候 他要防止邪死 邪虐 邪击 邪际 邪险 这个是过去防范非常有 保护人 像现在讲的说 保护你的精神 这个不是误染 那现在是因为民主自由开放了 那这个误染就多了 这个纺线完全突破了 那换一句话说 正理念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给他抗恨 这在佛法里面讲烦恼 就是我们讲这个烦恼的心所 跟善心所 本来就不成比例 佛家讲一个人的善心所 只有十一个 这个烦恼心所有二十六个 那善的心所的时候 就是现在有没有人来扶持他 这个烦恼心所的时候 是大力地来协助扶持 电视里面的时候 已经把人家叫坏了 那你打开电视的时候 几乎干了 一半以上是暴力色情 杀到人家 这个天天在叫化老百姓 老百姓怎么会没有文艺 怎么会没有卧行 所以中国这几千年的 包括文艺 艺术 今天我们讲的文艺 这些表演是民间的艺术 都能遵守孔夫子 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就是思无邪 所以国家如果能够是 以这个为标准 如果是能够引起别 这个人民邪思邪念 不正确的思想 一律禁止 这个国家 这是圣人的 圣王 古圣 就是圣王来统治国家 一个国家是好的 人心是善的 老百姓也都是很善良厚道的 当大灾难来的时候 这国家会没有问题吗 这个自然灾害不会伤害他们吗 不错 灾难来的时候 人不会死绝 还会留一部分 那留一部分的人 那都是有良心的 善人 所谓是古人讲的 这个 这种流量 这个大灾难肯定是这样的 这是自然界的选择 对 自然界的选择 因为什么呢 人跟自然是一体 善于善相感应 我于我相感应 您一直提倡四种教育 对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还有宗教教育 那么现在我们交给您 这样一个青年 前一段新闻联播也在报道 就在北京二环路上 有这个飙车一族 很多年轻人开着汽车 疯狂地飙车 他们在这个车流里边 车速极快 二环路整个开下来的话 只用十三四分钟了 就能开下来 后来他们被警察抓住了 那么警察就问他 说你开这么快的车 如果撞到了人 你会不会停下来呢 回答是不会 这个年轻人说 我开车就是为了比赛 就是为了速度 我怎么能停下来呢 那么现在大家要请教您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一些年轻人 放到了您所倡导的那种教育里边 能恢复正常吗 有良心发现 我们没有别的 就是让你自己想想那良心 你杀别人 别人杀你的家人 杀你的父母 杀你 你怎么样 你的心情怎么样 现在问题在哪 没有替别人作想 没有替社会作想 完全是个人 这样自摸主义 你这个开车开那么快的时候 如果撞死的时候 是你的父母 是你最亲爱的人 你怎么会这样 那么对那些眼里没有父母 甚至会为了钱财 杀害父母 杀害亲人的那些孩子 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教 你到汤匙去看 你实地去看 你才能够理解 因为你讲的时候 这是理论 一般人家不能落实 那不善是后天学坏的 不善是可以断得了的 本善是断不了的 余生俱来 天生的 那是不生不灭的 你现在就受了坏的环境 坏的这个邪知邪界 把你的本性盖付出了 你的本性没有失去 按照您讲的这个道理来推论 一个人如果是死刑犯 他在临行前的那一刻 他还是有良知的 还是有救度的可能的 对 从临死的时候 被判刑受死的时候 最后忏悔的很多 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已经没法走回头了 在这个受死刑犯的时候 后忏悔回头就很多 我们也教了不少 很多人对您所提倡的 这四种教育特别地向往 很想看见 那么在您亲手树立的 那个安徽炉江湯池镇 是不是都能看得到 都能看得到 这四种教育 它几乎它教学的内容是一致的 教学的内容离不开这个能力 道德 因果 智慧 科学 您把科学排在最后 排科学放在最后 科学放在前面的时候 人会毁灭 科学在后 摆在最后的时候 人类就可以能够完全控制科学 能够享受科学给你带来的便利 过去我们知道一种指导原则 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 人性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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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斗其乐无穷 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与人斗其乐无穷 现在的人很难想到 人与人斗又能如何呢 1966年到1976年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的确是史无前例 一个普通的农民 仅仅因为父亲曾经是地主 就要受到大家的批斗 关键是他的儿子 也必须要批斗他 他已经不想像了 这个风气习惯 那是父亲和父亲 你已经死了 那是父亲和父亲 这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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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是非父亲 这不是父亲 也不是父亲 这不是父亲 这就是父亲 这是中国说出来 在四年上 在四年上 After my son was struggled against for the first time, I claimed that our relationship had been broken off. Awful things would have happened to him if I hadn't done that.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思想和意识 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当然那个年代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大家怎么跟天地人来和谐相处, 找不到这个标准和原则了,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呢? 宇宙是业体, 这个道理很深, 必须要很认真努力地去认知。 古今中外的圣词都告诉我们, 人的身体是个小宇宙, 外面环境是大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同样的, 你说外面宇宙复杂, 我们里面小宇宙也复杂, 你说我们单纯, 外面也单纯, 实际上它是一, 不是二。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 也非常微妙, 所以佛法里面叫它做什么? 叫做妙法。 那么你看看鸟, 从那个小蛋里面出来, 小蛋没有长出鸟, 它里面就居住一起, 什么都不缺乏。 你是不是把蛋打开, 哪一个第一点是眼睛, 哪一点是耳朵, 哪一点是嘴巴, 哪一点是翅膀, 自自然然成就了, 人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人在受胎的时候, 那个受胎的胎胚很小很小, 一点点软弱, 它也居住整个人的这个身体, 这个不是什么机器制造的, 它就能造得唯妙唯肖, 这是这个在佛, 这个佛法里面讲, 这是信德, 这是本能, 本能一根宇宙就是一体, 你自己不知道, 你要把它分开, 分开的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你要懂得的时候, 你能够随顺, 随中国人讲道德, 什么是道呢? 道就是自然的, 这种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运作就是道, 就是人从这个受金, 一直到这个出生出生, 这是自然, 这个绝对不是有人制造的, 人也没有办法制造, 科技再进步也没有法子, 像这种自然的能造个人出来, 现在有技术要准备啊, 克隆人呢? 不可能, 人到克隆人的时候, 到他的寿命也就结束了, 您说这个他的寿命是人类吗? 人类, 就是整个人类的寿命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人要是违背自然, 还能够生存下去, 那这个大自然的运作, 整个就摧毁了, 人真的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整个宇宙那是人造的, 那就不能称为自然, 所以, 不是大自然毁灭你了, 就是你毁灭大自然, 看谁胜过谁, 恐怕人是永远不能够胜过大自然, 为什么呢? 你整个毁灭地球, 毁灭太阳系, 都不能胜过大自然, 那个大自然, 你想想看, 有萤火系, 萤火系外面还有大的星系,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能力, 毁灭地球, 这人做到了, 毁灭太阳系还做不到, 毁灭萤火系, 恐怕更困难了, 何况比萤火系再广大的星系, 那不知道有多少, 在佛法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还不是一个大宇宙, 还不是整个宇宙, 是大宇宙里面的一点, 西方人现在逐渐逐渐, 有不少人很认真地, 在研究这种事情, 如果今天说, 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 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 科学在今年, 有多少年的历史, 充其量不过是三百年, 三百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 没有科学, 他怎么活的, 三百年前有文一业, 不是没有文一业,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 就人的方法的时候, 都没有科学根据,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 我们尊重科学, 但是科学现在, 还有许许多多地方, 没有普及道理, 他没有发现的, 中国的医药, 发明最早, 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 单单这个五千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 中国人可怜啊, 非常非常可怜啊, 从清朝末年之后, 丧失民族的自信心, 中国灾难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现在文一要死人, 要死很多很多的人, 什么原因呢, 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 丧失民族自信心, 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 那么这个结果要按英国来说的时候, 他应当要承受, 叫大不孝啊, 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 给你留下来的最好东西, 你不相信, 那就没法子了, 你还要把它遗弃, 还要把它消灭, 这个罪太重了, 我过去不理事, 我对这种事情觉得很奇怪, 每一个朝代都有应心应割的, 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的, 除世待人介乌, 纲铃都很简单, 义忠信, 行读尽, 你们想想好不好, 言语要诚实, 现在人都是骗人的, 真的都是妄于敛识, 握口其, 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和科学, 孝体中性不和科学, 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不和科学, 科学完全反这些, 这世界成什么世界, 除私, 真心意, 不谋其利, 这个决定不和科学, 科学讲厉害, 这儒家讲道义, 只要和乎道义, 不问厉害, 所以古圣仙邪能够学籍为人, 对待人,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些教会都错了吗? 应该是什么呢? 确实这个科学教导王是竞争, 斗争, 战争, 永远在争, 一辈子在争, 到死还争不休, 生活在痛苦当中, 如佛, 圣贤教育, 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 生活在安宁之中, 但是今天讲安宁, 没有人懂得, 为什么呢? 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能之路, 没有了, 没有见过, 没有听说过, 他见到的, 听到的就是竞争, 斗争, 战争, 永远要战胜一切, 战不胜就失败, 这怎么得了?